2019年度十大艺术新闻艺术家杂志2019十大视觉艺术新闻第一名,文化部部长郑立军留任第二名,台南市美术馆正式营运第三名,故宫VR展获美国GAMI Awards荣誉奖第四名,台北当代艺术博览会初登场第五名,文化基本法三读通过第六名,文化部提出空总和华山发展计划第七名, 外国艺文工作者来台非盈利免许可第八名,东海大学路司翼教堂升格为国定古迹第九名,顺天美术馆馆藏返台第十名,并列lightbox摄影图书是搬迁新开幕,艺术品销售免征营业税适用扩大北一大2019十大艺文新闻第一名,艺文工作者劳动调查三现象,低收入,工时长,零保障第二名, 云门第2432场演出林怀明与观众申请道别第三名,文化基本法三读通过文化治理架构成行第四名,文化部统计显示,六年来文化参与绿下滑表演艺术泪调最惨第五名,台湾独特纸扎祭祀文化灯惊下巴黎碧逛展第六名,两厅院统计,台湾表演艺术年产值12亿人均支出约50元第七名, 文策院成立两个五年百亿计划让台湾文化成亚洲潮流第八名,修法通过一文采购的排除适用政府采购法第九名, 优人神谷遇火结第十名,魏武营一周年累计参观人次突破380万人,整理,记者林美雪,陈玉勋,已经加好友了, 谢谢欢迎加入自由娱乐按个赞心情好已经按赞了,谢谢 相关新闻艺术文化2019年度十大艺术新闻聚焦文化施政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